我们常说,发现美需要一双美的慧眼,好眼力是只能学会判断美的层次,辨别美的优劣,享受美的感觉。 历史上任何时候和社会都是美与丑共存的,经常地看一些名家作品可以帮助我们逐渐练就一双慧眼。 下面一起来赏西,五代名画《顾红》中的韩西仔夜艳图,借此提高美的感知力和眼力。 这张画作是一幅长卷,分为五段,以屏风、床榻来分割画面,各段既相互独立又相互联系。 第一段描绘的是韩西仔与到访的宾客们聚精会神的虚听演奏琵琶的场景。 第二段是六腰独舞,韩西仔站在红旗接骨旁,两手在敲骨,门声舒雅在打板。 第三段是眼尖小气,韩西仔坐在床榻上,边洗手边和士女们谈话。 第四段是管乐合奏,这个场面的主人公韩西仔换下了正装并盘膝。 第五段是宾客绸印,宾客们陆续离去,整幅作品构图富有想象力,通过对不同形体的姿态,目光守势的相应描绘。 情态生动,显示出了高超的艺术水平,线条公正精细,囚禁流畅,流转自如。 颇有韵味,色色绚丽清雅,富有层次感,色墨相应,神采动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